嘿 大家好 我是橘橘鞋 玻璃製品的東西 使用的時候總是需要特別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撞到或摔到就會破掉 不過東京大學化學生命工學科的研究團隊 最近在 Science 期間上面發表了一項研究 他們研發出了一種斷裂之後能夠修復的 透明高分子聚合材料 如果實際應用的話 或許未來我們就不用再擔心玻璃破掉的問題 其實帶有修復功能的材料一直以來都有人在研發 不過大多都需要透過加熱來將材料修復 或者是材料本身的材質就會比較軟 應用範圍上就會受到局限 而東京大學這次研發的則是堅硬而且半透明的材質 看起來就像是褐色的玻璃一樣 而且斷裂之後只要在常溫下稍微擠壓一下 30秒後就能夠立刻黏合在一起 當然啦 如果擠壓的越大力 時間越久 那黏合效果就會越好 這個神奇的材料叫做TUEG3 它長這樣子 聚合物旁邊哪個括號就代表 以這個東西不斷重複連接下去的意思 而重點就在於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Thyuria 中文是流尿 因為它是尿素但是流取代了氧 所以就叫流尿 當許多這樣子的TUEG3長鏈交疊的時候 流尿之間就會產生氫健 就會像是膠水一樣把斷裂的兩邊黏在一起了 斷裂之後修復的部位強度也是很夠的喔 才這樣子兩塊小小的接觸面積 就能夠拉起300公克重的物體 其實這個研究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 以往所研發利用氫健進行修復的材料 都會因為氫健太多的關係 而導致材料產生結晶變脆 而TUEG3的氫健則是不規則排列的 這剛好就能夠維持非結晶的狀態 接觸的時候又能夠自動黏合在一起 他們在論文裡面還提到說 其實這個發現應該算是一個意外啊 因為TUEG3原本只是他們在合成 另外一個化合物的過程當中的中間產物而已 結果意外發現 兩塊TUEG3居然自己就黏在一起了 進一步深入研究之後才發表這篇論文 而且還登上了science 我知道也許有些人看到這裡會說 這好像有點靠運氣的感覺吧 但其實你換個角度想想看 要不是他們已經在這個領域裡面 深入研究這麼多年 才能夠在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有所領悟 還能夠針對這個現象進行深入研究 其實我覺得反應應該更敬佩他們的 觀察力與研究的精神才對吧 所以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可修復的透明材料啦 我最希望這個東西 有一天能夠應用在手機上面 這樣子螢幕摔壞了以後 就能夠自己黏回去 就不用再去貼保護貼了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按下個讚 喜歡更多的話就 歡迎訂閱順手按個小鈴鐺 或點擊螢幕上的框框也可以啦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這個是我之前去南台科大演講的時候 觀眾送的 真的非常謝謝你 我太需要這個了